哈喽,小朋友们,你们好啊 今天我给你们带来的故事是 我好嫉妒 我好嫉妒 到底小熊在嫉妒什么呢? 有时候我好嫉妒 我好嫉妒当我觉得我的妈妈更喜欢别人的时候 当小熊看到自己的妈妈抱别人的小宝宝的时候 就会感觉到很嫉妒 我好嫉妒 我的朋友常和别人一起玩的时候 当自己的好朋友和别人在一起玩的时候 也会感觉到嫉妒 我要我的朋友最喜欢我 宝贝们,你们有这种情况吗? 当别人拥有那些我想要的东西时 我好嫉妒 我也要有 当小熊看到小兔子有一只宠物狗狗的时候 也会感觉到很嫉妒 在别人能做好那些我特别想做好的事情的时候 我好嫉妒 那我该怎么办? 宝贝们,如果是你的话,你会怎么做呢? 当所有人都关注别人时 我好嫉妒 我也想要别人多关注我 季度是一种刺刺的,热热的,讨厌的感觉 我不喜欢季度的感觉 但是,每个人都有季度的时候 小孩子会嫉妒 大人也会嫉妒 就连狗狗也会嫉妒 嫉妒的时候 其实有法子能让自己好过一些 可以把嫉妒告诉别人 有人聆听会好一些 他们会告诉我 其实有时候他们也会嫉妒 宝贝们,如果你们遇到嫉妒的时候 也要和爸爸妈妈讲哦 嫉妒的时候 我可以告诉别人 我想要什么 我可以说 请和我在一起 我需要知道 我对他们有多么重要 当宝贝们 你们嫉妒别人的时候 要告诉爸爸妈妈 你们想要的是什么 这样子 爸爸妈妈才会更了解你的想法 如果我告诉他 我想要什么的话 他们会注意我说的 不过可能还得等一会儿 因为这时候 爸爸妈妈可能有事情在忙 这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呢 有时候我可能得去做些其他的事 以便缓解极度的情绪 可以搭积木 画画 看看书 过不了多久 我会感觉情绪好多了 当别人得到了什么好东西时 我也可以为他们高兴 我不再去想别人都拥有什么 或是别人都能干什么 我去想我该拥有什么 我能干什么 当宝贝们 你们去嫉妒别人拥有什么 或者能干什么的时候 其实在这时候 你们可以想一想 自己想拥有什么 自己能做到什么 自己也有一些事情是能做得很好的 你们可以把自己心里面的想法告诉爸爸妈妈 嫉妒的感觉没有了 我又快乐起来了 当嫉妒的时候 我知道我不会总是嫉妒 好的 今天的故事讲完了 每天给你们讲精心挑选的故事 你们的点赞和订阅 是我最大的动力 宝贝们 你们还记得 书中描写的嫉妒 是一种什么样子的感觉 热热的 还有呢 当宝贝们 你们遇到嫉妒的时候 该怎么做呢 赶紧和爸爸妈妈一起讨论分享一下吧